字幕作 李宗盛 李宗盛 哈囉 大家好 我是小蜜 今天要跟你們分享的主題呢 是要用齊富蕾的彩妝來完成我臉上現在這個妝容 那齊富蕾呢 是來自日本的品牌 中文又叫做 簽附戀 就是一千兩千的簽 然後婦人的婦戀愛的戀 那這個牌子其實在日本算是 已經是老字號的彩妝品牌了吧 我上網查一下它大概在1940幾年就有了 所以是一個歷史還蠻悠久的彩妝品牌 那他們家的特色就是全部的產品都是日本製 而且品牌非常的注重產品的成分的安全性 那所謂他們的安全性呢 我在官網上也有看到他有特別強調說 為了維護產品的品質會採用最低限度的添加物 那有些人可能聽到添加物就會想說 欸 添加物是不是就是不好的東西 可是其實呢 我看了一些保養的書 然後上網看了一些保養或是彩妝品的文章 其實所有的彩妝品中都不免俗的可能需要 譬如說為了增加它的使用期限 然後或者是它的一些成分上 它需要做融合 它可能有時候會添加一些介面活性劑啊 防腐肌等等 但是其實這些東西並不是說 喔 聽到防腐肌就覺得 喔 它很萬惡或什麼 其實不是 這些東西如果你是在合理的範圍內增加 它其實是會維護產品的品質的 不然譬如說 假設你一品成底一 你完全沒有添加防腐肌 但是它是那種可能 你擠出來會跟空氣中接觸到 它可能不到一個月它就已經會變質或是什麼 那你再擦在臉上反而會更容易造成你肌膚的問題 所以我覺得 與其說喔 我完全無添加或是什麼 不如說我是用合格 政府合格的標準內去製作這個產品 我覺得才是更重要的觀念 所以我覺得Shiflet他們家的東西就是 不走那種很高調啊 華麗的行銷 然後包裝也都簡簡單單的 但是呢 價格非常非常的佛心 我算過今天所有這個彩妝 就是我完成全臉這個妝容 以週末七夕折的價格來說 全臉完妝不用一千五 就是這一堆裡面加起來價格不到一千五 所以 非常非常可愛的價格 我們就一起來完成現在臉上這個妝容 好 那我們就開始吧 好 那我現在臉上已經上了妝前榜跟防曬 我們就來進行第一個步驟 第一個我要用的是他們家的妝前式底乳 那他們家有賣白色跟綠色兩種質地 那白色是屬於比較偏乳霜狀 然後它是主打說預防脫妝的乳霜型妝前乳 那我在很久之前 應該是大概半年前以上的妝前乳評比中也有介紹過它 那每次用量呢 大概是一粒珍珠的大小 大概這樣就夠了 我們直接 輕塗在全臉 拉近一點給你們看 你看我塗抹完之後呢 它是會讓臉上帶有一點點光澤的 然後呢 它的滋潤度真的非常的高 就很像你晚上使用那個霜類產品那種滋潤度 所以我覺得非常適合乾肌在秋冬的時候使用 那它雖然是白色的乳霜狀啊 但是它推開是完全沒有潤色效果 我覺得它就是比較單純主打滋潤度提高的這種妝前乳 接下來第二步驟呢 我要用的是他們家的UV粉底液 那這瓶粉底液呢 它是出到SPF33PA兩個加的防曬系數 總共有五個色號 那我是在日本買的 我買的色號是13號 好像是這個系列最淺的顏色 因為那時候再加上那個色號並沒有非常的齊全 所以我就大概先挑了一個 跟我比較接近的膚色 那這瓶目前在台灣是沒有販售的 那台灣賣的那一款呢 可能是屬於軟管狀的設計 不過我那時候在試用啊 我一用就是它乾到是我連買都沒有想買的念頭 所以我就分享了這個 也許之後台灣會進貨 或者是如果你們有去日本的話 可以就是嘗試看看 那它是這種立可白式的設計 好 那我們使用美妝蛋來搭配上妝 那近年給你們看一下它的妝感 我覺得它是屬於比較 輕薄薄透的那種妝感 然後它的遮瑕力呢 我覺得算是中等普通而已 像我的黑眼圈它是沒有辦法完全遮住 大概只能這個五成 然後膚色不均也是只能稍微修飾 但它的特色就是我覺得它貼妝度算是還蠻高的 而且上完呢 臉上會保有一點點淡淡的光澤感 那這瓶它在網站上主打的特色呢 是防水防油防汗 那我覺得防水防汗都還OK 但是它防油的效果 就是控油效果我覺得應該算是普通 它不是走那種真的非常控油的粉底 因為你看它還是有那種光澤跟滋潤度在的 那這邊我會想要推薦給 就是如果你想要走比較輕透妝感 然後你預算又沒有那麼高的話 這瓶我看了一下網站上 好像才賣日幣不含稅大概才200出頭 所以價格真的非常非常的佛心 再來第三部我們用的是他們家的遮瑕棒 那這支遮瑕棒呢它有出兩個色號 我買的是802比較淺的明亮色 它設計的就是這種毛筆狀的筆頭 然後你要旋轉它的遮瑕液就會從這邊滲透出來 好那我們來重點加強在黑眼圈的部位 它下巴的皂洞 它要用美妝慢慢把它輕點開來 然後你會發現它非常的乾 你如果沒有立刻把它推開的話 它的那個遮瑕液就乾掉 遮瑕效果呢的確一定會比粉底液好 但是我覺得它也不是真的是到超級優秀的那種遮瑕力 然後這支遮瑕液啊 其實是這次我介紹齊富蕾的產品中 單價最高的一款 那我覺得我剛剛說剛上的時候啊 它很容易就乾掉了 然後它有個很致命的缺點 就是我覺得它推開來之後呢 它會去跟本來的底妝打架 等於是你把它推開來之後 你有可能會去影響到你本來底妝的那個質感 所以這支遮瑕棒我覺得我沒有非常的推薦 就是開架很多其他的遮瑕有更好的選擇 那下一個我要使用的是他們家的蜜粉 然後它有內附粉撲 這一盒蜜粉呢我覺得它真的是CP值超超超超超級高 它的單價喔 就這一盒它光原價就大概是209塊 那如果你是在週末七夕則買的話 它大概是100 780就可以買到一盒 那為什麼說它CP值高啊 第一個就是它的容量有35克 就是等於是你應該用蠻久蠻久都用不完的那個用量 然後再來就是它的包裝 雖然是走那種很簡約的路線 但是我覺得以這個價格來說 算是質感還不錯的 它們家都是走那種白色淺色系 簡簡單單的感覺 打開來呢裡面會有一個粉撲 然後這粉撲設計很可愛 就是你手可以這樣放進去 然後它這樣去拍你的臉 粉撲跟蜜粉中間還有一個隔層 所以方便你不會直接去沾染到蜜粉 然後弄得到處都是 它是可以這樣子打開的設計 裡面有洞洞 把它打開來之後呢 我會先用蜜粉稍微這樣均勻的去沾一下 但是呢 我不會直接去拍到臉上 我首先會先在這個瓶口這邊稍微燒一下 怕你每次沾到的量會不均勻 我會先在手上這樣勻一下 然後讓那個蜜粉呢是比較均勻的在這個粉撲上 你這樣撲到臉上的時候才不會有一塊一塊的 那你用點壓的方式去 全臉打 稍微去壓一下蜜粉 壓完之後你會覺得 臉上那個粉底的光澤度會稍微再降低一些些 但是呢 它並不會到完全去影響到你本來的妝感 就是會有一點點減弱光澤的效果而已 那這個蜜粉呢 我使用時間大概是在存起來 就是天氣比較熱的時候會做T字部位的定妝 甚至偶爾是全臉薄薄的上一層 稍微去有定妝的效果 但是如果你說要到控油 我覺得它控油效果普通 它並不是主打非常控油的那種蜜粉 如果你想要走比較控油的路線的話 你可以試試它們家的蜜粉筆 那底妝部分上完之後呢 我們來用它們家的旋轉式眉筆 那這支眉筆它有出兩個顏色 棕色跟灰色 那我買的是32號的灰色 因為我髮色比較偏深一點點 那旋轉眉筆的特色就是 一頭是筆頭 然後另外一頭是螺旋眉刷 筆頭是屬於那種圓柱形的 然後非常非常的細 所以我覺得還蠻適合描繪 那種你喜歡睫毛毛流 比較明顯的人 先用眉筆把眉頭到眉中 還有眉中到眉尾的地方 稍微描繪之後呢 然後再用眉筆把力道 減輕一點點去畫在眉頭的地方 接著再用螺旋眉刷 把整個眉毛刷 把整個眉毛刷 淡 眉毛完成 那這支眉筆呢 它的特色主要一樣有 主打防水防油防汗 那我自己用下來 我覺得它的持久度算是還不錯 就是不太會因為你流汗啊 或是什麼掉妝 然後它的那個顯色度非常的好 就是你一秒上去 它的顏色很容易就出來 所以你在畫的時候 記得就是力道要稍微控制一下 不要一次很用力 因為它蠻顯色的 再來就是這個灰色啊 它算是非常非常非常正統的灰 就是它沒有什麼棕色的元素在 所以我覺得它很適合 本身是黑髮或者是冷色掉頭髮的人 接著我們來上眼影 那眼影我要用它們家的這個 雙色眼影盒 那總共有出五個顏色 我買了其中的三個顏色 這我買了還蠻久嘛 一段時間了 那為什麼我只買這三個顏色呢 因為另外兩個顏色 一個是藍色 一個是紫色 我覺得對我來說 比較沒有那麼適合我 所以我就挑了這三個 都還算蠻日常的大地色調 我覺得它們家的這個 雙色眼影盒的設計還蠻可愛的 它是這樣子 兩個顏色 一深一淺 然後有附一個雙頭的眼影霸 打開來呢你會發現它的質地 是比較偏有點微珠光的 那我今天用它們的這個 79號 比較偏玫瑰色調的這個來示範 希望比較粗的眼影盒 去沾這個玫瑰色 打在眼皮整個 眼窩的範圍內 其實還蠻顯色的 我這樣輕輕刷一層 就會有這種淡淡的色調出現 那如果你想要讓它更飽和的話 你可以再疊上第二層 接著使用細的眼影棒 去沾取這個深棕色 沿著睫毛根部去描繪 那如果你想要加強你眼神的那種深邃度的話 你也可以再用細的海綿棒去沾這個玫瑰金的顏色 去刷在你下眼皮的地方 眼影完成 好我順便把眼線一起畫完了 因為我沒有買他們家的眼線筆 因為眼線筆並沒有很引起我的興趣 那我們直接進入下一個步驟 要用的是他們家的自然捲翹睫毛膏 他們家睫毛膏好像有出兩到三款 那因為我本身就是一個非常容易塌的睫毛 所以我第一優先都會尋找有捲翹濃密效果的 先來把睫毛夾翹 我覺得他們睫毛膏做的也還蠻有質感的 然後打開來呢 是這種筆直狀的螺旋刷頭 沒有非常多纖維的感覺 用著睫毛垂直往外刷 我覺得不用Z字型刷法 睫毛膏刷完會長這樣子 那我覺得這支睫毛膏它的特色就是 它的確可以讓你刷出根根分明的睫毛 但是捲翹度的話呢 對我來說應該也還只是算普通 就是我刷一刷呢它膏體太重還是會垂下來 沒有辦法真正這樣子炸開來的感覺 但是它下睫毛是可以這樣子一根一根刷出來 然後也是有濃密效果的 再來我有試過它上妝一整天 它也不太會暈 因為只要一暈的話 我很容易時間拉長下面就會一塊黑黑的 但刷這支的時候 我眼睛不太有這個情況產生 那以這個程度的捲翹的話 我還是會再用TOM睫毛去稍微輔助一下 那在上妝容之前呢 我先來插隊介紹一下這一個 他們家的保濕護唇膏 這一支呢是我心目中的必回購產品 就是如果今天要有所有東西 只能挑一樣的話 我應該會選擇它 因為它是算是我近期 就是使用率非常非常高的護唇膏 那市面上護唇膏其實選擇非常多 為什麼我會想要推薦它 是因為有些護唇膏它擦的不是很油 就是太乾 那它算是還蠻適中的 因為太油的護唇膏 你沒有辦法上以後再上 你平常習慣使用的唇膏 那太乾的有些擦起來可能會比較無感 我覺得它的滋潤度是剛好 但是如果你後續想要再上唇膏的時候 也可以等它稍微乾一點點 然後再蓋上你本來習慣的唇彩 所以我覺得它算是用途還蠻廣泛的一支 那我就先在唇部上打個底 它有滋潤效果但是它不會油 那在等護唇膏乾一點的同時 我們來上他們家的修容夾彩 那其實就是腮紅 有出到五個顏色 那我最喜歡的顏色是這一個 740 你會發現它的設計跟眼影盒一樣 都是做這種小小的很方便攜帶 然後裡面也有內附一支刷子 740這個顏色呢 就是很漂亮的裸橘色 那我就直接拿內附的腮紅刷去沾取 然後在蘋果肌的地方畫圈 沒有它顏色出來 它其實顯色度算是還不錯 可以先從中間下手 然後再慢慢往旁邊擴散 有沒有沒上根 有上跟沒上差好多喔 那這個顏色好處是 它雖然看起來是偏橘色 可是我覺得整體來說 是更接近裸色調一點點 所以不管你是擦橘色系 或者是粉色系 或者是你這樣上比較重的眼妝 它的搭配性是還蠻高的 所以我們來上唇彩 那他們家唇膏比較熱門的有兩種 一種是這種藍色的比較細長狀的管身 然後另外這種是唇膏替心 那它可以單買裡面的蕊心 然後你也可以再另外買外面的殼子去裝上去 那這兩個的差別呢 這一個藍色管身呢 是比較偏有點微霧面的質地 然後這種替心的它是比較滋潤 然後有些是帶一點點珠光的 給你們看一下質地上的差異 這一個顏色呢 是口紅替心中的154號 它是屬於比較帶一點珠光的很漂亮的玫瑰色 那這一個是藍管的744 它的質地就是稍微更霧一點點 然後是一個很漂亮的紅棕色 這兩個色號其實我都還蠻推薦的 那今天我就用這個744來直接上唇 擦起來感覺會像這樣 那它雖然是霧面質地 但是它其實不是真的到超級乾的那種霧面 它還是帶有一點點滋潤度在的 這一支這個顏色我覺得也是非常的推薦 就是之前好像紅到幾乎架上常常都是會去過 那最近應該會有比較齊的 如果你想找一支日常用 然後它的顏色又不會太常見的話 這個紅棕色我覺得是一個很不錯的選擇 那全臉妝容完成之後呢 最後要同步介紹一下 他們最近好像才新進台灣的指甲油 那指甲油我之前在日本看到 它顏色好像有多達四五十種吧 反正顏色選擇非常非常多 那台灣好像上個月才剛進 進了大概十來個顏色 十幾二十個顏色 我覺得選擇也算還蠻多了 然後我買了其中的這個 棕色調的770 它的外型就是很簡單這種玻璃瓶身 那刷頭呢是屬於比較扁平狀的 跟你們分享今天指甲油就是擦這一瓶 那它的刷頭我覺得還算蠻好刷的 就是你刷上去不會不均勻或是什麼 就是跟Integrate這兩瓶我其實都自己都還蠻喜歡的 然後這個色調我覺得也剛好還蠻適合最近很流行的 吐色系妝容或者是吐色系的穿搭 好以上就是這次全臉用 Chifle他們家彩妝來完成的妝容 然後還有他們家的指甲油 那Chifle目前這個牌子呢 在台灣是TOMOS獨家代理 我目前沒有在別的通路看到 那如果來路不明的通路請大家也不要亂買 因為TOMOS其實現在店蠻多的嘛 那有些人可能也會很關心說 台灣跟日本的價差大概會差在多少 基本上我大概算了一下 他們價差以原價來說 日本的定價大概會是台灣的6折左右 不過呢我會非常推薦大家 你可以在週末的時候 因為TOMOS還蠻常會有週末77折的優惠嘛 這時候他的單價就不會差到太多 畢竟他本身的定價就比較低 所以我覺得價差就是會 差非常非常的少 所以我自己都會還蠻常趁齊齊折的時候 就是大量購入他們家的東西 再來一個比較特別一點是 他們家的官網其實做的還算蠻齊全 就是所有品項都有列出來 還有日幣的價格啊 他的色號等等 不過我發現有些東西 他並沒有 就是台灣還有在賣 但是官網上已經沒有這個東西了 譬如說像這次的蜜粉啊 或者是遮瑕筆等等 我不知道是不是因為他可能 已經在日本停產還是怎麼樣 所以說他們的這些資訊 可能會比較少一點點 就是大家可以 建議大家可以直接去靠櫃 如果有試用的話就試用看看 或是你們也可以參考我的使用心得 因為畢竟他在網路上的資訊 好像真的比較少一點點 好那希望你們會喜歡這次的分享 那有任何問題呢 一樣可以在下面留言給我 然後也歡迎大家 你可以留言跟我分享說 欸我下次想要看哪一個品牌的全臉完裝 那我可以參考看看 也許可以就大家比較有興趣 或者比較熱門的品牌來下手 那希望你們會喜歡這次的影片 別忘了幫我按個喜歡 然後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可以點這邊 那我們就下次見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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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對對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